王继长先生 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 史学家、文学家 又是位杰出的书法家 先生生于1900年 祖籍浙江嘉兴 二十年代末定居上海 先后任光华、复旦、大夏、支江 济南大学文学系历史系教授 交通大学国文科主任教授 无锡国专教务长 解放以后 任中国文学院副院长 又调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1976年以后 因年老多病 在家代交研究生及国外留学生 先生执教六十余年 是位生育卓著的教育家 门墙桃李英才辈出 堪称当代国学宗师 为了回忆过去 我们来到嘉兴先生旧居 寻访旧宗 先生家学渊源 尊翁布云先生 为嘉兴名士 求书者 护献为川 耳闻目如 先生自幼 雅好书法 十五六岁时 父亲因必急 苦于挥毫 依次 先生出于孝心 强为代彼 净获成功 一时名造相礼 事实 嘉兴城外 南烟白柱桥重修 嘉兴之府清传 重修白柱桥祭 先生又代父作书 课时后 深受知府雅碍 我们来到南烟 寻找课时 喜年旧巧悔 无法见到先生 还提时书作 令人遗憾 幸而 先生中年时代 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内 书写过 杨大雄烈士碑文 原碑已毁 留有拓本 足以窥见 先生凯书书风之一般 十九岁入嘉兴明市 著名书家 沈魅搜先生门下 学书既修汉学 由众秦史 事实 神老已年尽顾西 沈魅搜先生的教诲 致使王俱长先生 在书法道路上 形成了一大转折 一九一九一九年 入学 无锡国砖 得国学宗师 唐文志先生 清授 又曾问业于 梁启超先生 由于得名师指点 先生学业大尽 王俱长先生 的法书 朱体西经 无论真草 历传 皆以古朴 平和 简静 简长 张草 尤为世人所重 据王俱长先生 回忆 他的张草 书风的行程 与当年 沈魅搜先生的 祈祷 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 先生说 早年 从父习酒成功 张黑如 但习这类热门 卑铁 很容易 不仁厚尘 当时便想学草书 二王法书 千古一家 但世人 竟学幼君书 幼君小草 已是千人一面 在神老的启发下 开始 涉猎张草 问题是 张草 传世名作 并不多见 皇相 急旧张 路基 平附铁 单凭这些作品 很难学成气候 然而 大量出土的 汉代木简 竹简 陶器 名文 于当时来说 问世不过数十年 却是唐宋以后 文而未见之物 他们开阔了 张草的视野 丰富了学习张草的资料 虽然他们都不是 名家之作 但却是 地地道道地 代表着 汉代民间书法的风貌 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和很强的生命力 只要有高明的艺术家 用自己的艺术才华 充实之 使之脱离 应用文字的范畴 登上艺术大雅之堂 想来其中大有天地 因此 在王继长先生眼里 汉茧是块肥沃的土壤 然是块久已荒芜的田地 流沙坠茧 居炎汉茧 五威汉茧 数十年的辛勤耕耘 终于形成了 王继长先生 独步天下的张草书风 王继长先生的作书 气聚笔提 风正豪扑 运笔从容 不徐不及 风正是缓 则风机立鼓 雍容大度 豪扑是意 则笔质松动 无紧破干 风藏而不见智 风禄而不见造 行止合度 收放有序 足见先生深厚的传统功力 功力是人力所能极者 先生法书最难能处 是其淡雅而气格高标 古捉而不失落 时代感的运气 这是先生四十年代的作品 张草书风 已屈成熟 张草固然是先生的代表书体 这是先生早年楷书作品 精工而秀美 足见先生各替皆妙 好 好 那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